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的贵宾是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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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报系北美世界日报编辑张星辞小姐 台中市慈悔金母公公主朱民国师兄 普理向善事师长辞法师 立法委员蔡正元先生 南投县议会议员洗装议员 清华大学学生会会长李祖佳小姐 中研院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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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是妙因佛母 我讲一下妙因佛母 妙因佛母他本身出自一本经 这本经就是金光明经 金光明经里面有辩才天祢品 那么他的名称很多 辩才天祢 妙因佛母 还有知意天祢 全部都是妙因佛母 那是同一个但有很不同的称号 那么这一尊在金光明经里面 他有讲到 只要你持送金光明经 妙因佛母就一定会来加持 那么他的能够给仪众生的是什么呢 大家以为妙因佛母他一定是音乐 其实不然他有一个辩才天祢的称号 表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 有智慧的 所谓辩才 所谓辩才就是说 不是辩才 辩才 就是他的舌头讲出来的话 都是很有学问的 可以震慑十方 所以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天祢 他可以赐给人智慧 那么妙因天呢 他也有无穷的财富 他可以赐给人家福德 赐福 赐德 赐智慧 他都有的 所以在日本呢 有一个名称到了那里去 变财天祢 变成 这个 一个拼日 一个拼呢 没有人日旁 但是有一个诗日 然后画一画两篇 在日本变成这个字 财呢 是财富的财 好像在拼财天 所以他可以赐给财富 在日本有所谓的 这一尊的名称 日本经常把中国的文化 接过去以后 他会变成他自己的文化 像七佛之一 激流孙佛 过去到日本 我一看 我一到日本的寺庙一看 这里的祖尊 就是狗流孙 狗流孙佛 在中国 在中国是 一个提手旁 一个基数的基 叫基流孙佛 所以说 这个日本的留学生 到了中国以后 他就 把那个基 突然间眼睛一瞇 看成狗 回去了 就变成狗流孙 欺佛之一 就变成狗流孙 所以 写法有时候也会写错 本来 本来是基流孙 变成狗流孙 我们的变财天女 变成拼财天女 哦 这个 差得很远 不过 也蛮实际的 因为 变财天 妙印天 都一样可以赐福 他可以赐福 赐财 赐智 可以习摘 可以争议 可以降服 可以敬爱 这尊天女啊 是很大尊的天女 他跟这个 可以讲 妙印佛母 为什么成为佛母呢 他跟大威德金刚 是箭属 大威德金刚的佛母 就是妙印佛母 所以他威力无穷啊 有大威德在 大威德金刚在 哪一个 这个邪魔 不被降服的 那么 大威德金刚的佛母 他后面有大威德 哪一个 怨敌 敢嚣张呢 怨敌 通通都退散 他也有一样的降服的力量 那 这是简单 跟大家介绍 这个 妙印佛母 那么妙印佛母呢 最主要 最主要 你们要清楚的看的话 看金光明经 变才天女品 变才天女品 金光明经里面就有 大家可以看金光明经 就可以知道 妙印佛母的种种 一切的来历 那么今天 我们同样在讲六祖禅经 今天也是巧得很 时间少得很 但是呢 这个经文藏得很 这害我不得不赶快啊 这害我不得不赶快啊 这个每一件的这个 做这个 护魔法会啊 就急急如历令 因为时间很少 那经文很长 哇 这一段经文也是很厉害的啊 大家看一看经文 六祖禅经里面啊 写到有一个用家玄节禅师 是温慰的 是温慰的 信代 信代的人 很少小的时候啊 他就学习所有的经论 精通天台子观法 法门 天台中啊 智泽大师 天台中智泽大师 他本身有大子观小子观 这个都是很好的 精通天台子观法门 因为看维魔经 花明心地 什么叫花明心地啊 心开意解 知会增长 就开发佛会 花明心地 这个 偶师弟子 贤彻 就是这个师父的弟子 有一个弟子叫做贤彻 来相反 跟他 谈这个 谈佛法 出言暗和诸主 讲出来的话 何以主师所讲的 这个测 测淫 就是弦测就讲 人者 得法师水啊 到底这个 你自己本身啊 到底是哪一个法师 能够教授到你这样高深的佛法呢 法师水啊 这个回答 我听方等 经论 也就是 表示他 看方等的经论 深深的研究方等经 各有师臣啊 各有师臣啊 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师父的 没有说没有师父的 后 以维摩经 后来他又看维摩经 悟佛心中 领悟到维摩经里面 有如来的新地法门 未有证明者 从来没有人证明 我是一个开悟者 没有人证明他是一个 一个明心见性的人 这个弦测就讲 温王以前记得 温王以后无师之物 尽是天然外道 这位弦测就讲啊 所谓温王 是一个佛的名字 温王如来 他出生的时候啊 渡了很多的人 他有很多的种种樱化生 如果在温王以前啊 你就得到了 和温王以后啊 温王以前 记得 跟温王以后 无师之物 温王已经 离开 好像他不再转世 度众生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温王以后 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这一种没有师父 自己能够悟到的人啊 竟然都是天然外道 天然 这个外道 其实外道也有很多有成就的人 便不是外道就是没有成就的人 所谓天然外道 所谓天然外道 是属于说 便不是如来的正统 但是一夜有觉悟 已经有觉悟的 称为天然外道 这个 刚刚讲偶师弟子 也是这样子讲 另外一个师父的弟子 叫贤彻 便不是这位 这位勇家玄节禅师的弟子 那么这位这个勇家玄节禅师呢 他就回答 愿人者为我证据 给我证明 你如果是有道高深 你就给我证明 我是明心见性者 这个 这个贤彻就讲 我 言以轻 言轻 我言轻 一般讲是这样子的 所谓言轻 就是说我讲的话 不一定有人相信 就是言轻 那么一般的法师说 我这样子跟你说法 你一并不会相信 你不如去找一个 找我师父 也可以这样子讲 讲一个说 比较道德高深的师父 来给你证明 人为言轻 贤彻就讲 意思是他讲 人为言轻 那么在朝西啊 有一位六祖 慧能大师 四方迎急啊 四方的人全部都到他那里去 便是受法者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得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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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去 我跟你一起去 这位 那些 勇家贤劫禅 禅师啊 就真的 跟这个贤彻 一起 到了六祖那里去 他们两个人啊 绕着六祖三藏 就是他在他的法座旁边 绕行三藏 正细而立 那时候 古时候的这个 出家和尚 是拿着西藏 就拿着西藏 就站在六祖面前 六祖就讲话 呼 沙门者 聚三千为夷 八万细行 大德自何方而来 生大我慢 六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一些出家人绕着他绕三藏 整个正兮而立 也不弯腰 也不顶礼 也没有做什么 就是站在他的面前 他说 这样子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 为什么你们那样子的我慢那么重啊 这我慢就是可以讲说比较傲慢一点 这个玄节就讲 这个玄节就讲 生死四大 无偿迅速 他回答 生死四大 无偿迅速 这是玄节讲的 那六祖 那六祖就讲啊 何不离起无声啊 了无束缚 那么你为什么不起无声呢 就没有什么快慢之别了 玄节回答 玄节回答 我的身体就是无声 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叫做速 快速的 也没有什么叫做慢的 这个六祖就讲 这是你讲的是是的 也是正式的 也是正式的 那么这位玄节 才方济威夷 济备了威夷 立以拜了六祖 然后他很快的就要离开 这里面有关键在 有关键语在里面 很快他要离开 这个六祖就讲 你这样回去不是太快了吗 这个玄节就讲 本自无非动 其有素也 我本来就没有来 也没有去 我根本是不动的 这是讲佛性 其有快跟慢的分别 六祖问他 谁知道是不动的呢 什么是不动的呢 谁知道什么是不动的呢 玄节回答 人则自身分别 有道行的人 他自然能够分别 什么是快的 什么是动的 什么是不动的 这个六祖就讲 你为你胜得无生之义 你已经得到无生 无生的最深的第一义 这位玄节回答 无生岂有第一义 无生岂有第一义 这是很高明的回答 玄节回答说 既然无生 哪里会有第一义呢 这个六祖就讲 没有第一义 谁能够分别啊 又是问他 这个玄节就回答 他说就算是分别 也不是第一义 也不是第一义 就算分别也不是第一义 这个六祖就称赞他 善哉 你就在这里睡一个晚上嘛 你再离开 你不用马上走 就在这里睡一个晚上 就可以离开了 当时的人称为 一书节 就是走 睡一晚 就节悟了 以后呢 这个玄节 就造来一个正道歌 他有一本书 叫正道歌 也就是 勇家贤结 禅师他写的正道歌 盛行仪式 在这个世界上 非常的盛行 他后来呢 他后来呢 被称呼为 无相大师 实称为 真劫 焉 他就是真正的一个 节悟者 两个人 跟对话当中啊 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巧 能够这样 毫无 毫无一点的 切憾的 后来的几个高人 都是这样子 给他 他马上给他证明 如是如是 如是如是 就是说 我已经认定你了 你就是一个明心见性者 这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玄节讲 生死是大 无常信数 这是一般的事实 因为在我们这个人间里面 唯有生死的事 才是第一件大事 但是 其他的全部都是小事 甚至于是无事 生死是大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 我们佛在这世间 就是为了生死而来 其他的一切都是无事的 那今天中午 有人给我一封信 问他的这个祖先啊 到底姓驴好 到底姓驴好 还是姓灵好 他的祖先到底是姓灵还是姓驴 驴啊 是双口驴 驴是驴 到底要姓驴还是姓驴 我回答 我回答 当然是没有这样子回答 但是我现在这样子回答他 那只是一个称号 为什么你不信佛 是姓李好还是姓灵好 为什么你不信佛呢 你就姓佛吧 叫做佛XX 为什么你一定要姓李跟姓灵 在那边选择 再来 他问他的儿子啊 迷这个computer 我说众生都迷computer 现在不只迷computer 还迷手机 爱哄啦 爱哄 大家都爱爱哄 子依也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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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也不管 问他什么 他正在爱哄 这个迷移手机的迷移这个 这个网路的 真的是 现在很多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 都得到自闭 关在自己房间里面 就在网路里面 虚拟的世界里面 这样游荡 生死世大 无常信数 很快你就会中年 再来呢 就是老年 再来呢 就是翘 你还在那边 不自觉 这六祖他讲 何不体无声呢 这一句话很重要 我只讲到无声 六祖也讲到无声 无声 你有没有 生过 再问你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的你 已经过去 现在的你 将成为过去 将成为过去 六祖 六祖 这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无声再进去 你就明心见心 我不能讲 六祖也不能讲 佛陀也不能讲 因为讲了会被毁谤 六祖就讲了 你既然这个样子 如是如是 这样就是了 其中所讲的 这个随之非动 人则自身分别 这个分别就是妙观察智 无声就是法界体相智 大言尽智 无意谁当分别 没有意没有念头的时候 谁来分别呢 无声岂有意 既然是无声 哪里还会有念头呢 无意谁当分别 分别也非第一意 也就是分别也不是无念 妙观察智就是在这里 这个叫做 艺术节 勇家玄节 大师的正道歌 你们好好看一下 就知道六祖在这个文章里面的含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都有佛性 但是他没有悟到以前 他就是跟这个酋长一样的 非洲啊 食人族有一个酋长 他平时是吃什么 食人族是吃什么 吃食人族是吃人族 有一天他生病 这个医生跟他讲 你要吃素 请问这个酋长吃什么 吃植物人 他吃植物人 人是这个样子哦 人啊 人 他没有体会到无声的时候 他就是有习性的 才色明十岁 他要的是这样子的东西 才色明十岁 又称为 地义五条根 地义的五个根源 你如果体会无声 你会就会让他自然来 自然起 自然来 自然起 这个人啊 都是 有他的习性在 我跟大家讲 有两个人调到井里去 一个人死了 一个人佛了 死的人叫什么 叫死人 佛人 叫救命啊 叫佛人 我们每一个佛的人啊 都想要叫救命 都想要叫救命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有一个胖子从十楼跳下来 请问他叫什么 他叫死胖子 以前 以前这个图登大吉上师 叫那个马来西亚的 叫那个 死胖子 死胖子今天没有来 没关系 可以讲他 他有一天生气的 突然间来了 我说 我叫他 我又跟他讲 站好 给我顶礼 他还是死胖子 我以前讲过一个 有一个人去吃牛肉面 这个他就翻了半天 只有牛肉丝 没有牛肉面 他就问 他说老板老板 你不是卖牛肉面吗 怎么搞的 这个牛肉面 只有一点牛筋 没有牛肉 这个老板就非常 正正有词的讲 你吃太阳饼 难道里面有太阳吗 再来一点 你吃老伯饼 会附送一个老伯给你吗 这个话 是有闲迹的 我讲过 有闲迹的 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水中会有月亮吗 水里面会有月亮吗 再跟你讲 讲一个 地球上 地球上有什么 地球有什么 如果地球是太阳饼 请问有太阳吗 如果地球是一个福 请问 请问有月亮吗 在深入的思考 你就能够明心见性 什么叫做无声 就是在这里 有人讲 水果是有势力的 这一点为什么 水果会有势力呢 芒果就出来证明 我是没有势力的 我是芒果 以前有苹果日报 后来有芒果日报 后来就有芒果日报 什么叫做势力 大家听清楚了 你有没有势力 有没有真正的眼力 你如果真的有真正的眼力 你就可以明白 你自己的心 能够见证自己的佛性 你的眼睛够立吗 其实你就是芒果 众生就是芒果 众生是很盲目的 这里再跟大家讲 众生是很盲目的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势力 有一个人问 这个飞机在飞 飞得很高 为什么不会创造星星呢 这个小学生回答 一个小学生 小明他就回答 因为星星会散 飞机到了 他一闪 他就都闪掉 就闪掉了 就一闪 一闪 两晶晶 就会闪 人不能够只有一种智慧 但是只有一种智慧 能够了生死 那个生死 就是佛会 如来的智慧 能够了生死 你一定要会的 你不能只写一样东西 有一个人去买鹦鹉 所有的鹦鹉都很贵 只有一只鹦鹉 它比较便宜 他问老板 为什么这只鹦鹉比较便宜 这个老板回答 这个鹦鹉啊 他只会讲一句话 什么话 就是当然 这个进去里面放的人 他就问这只鹦鹉 你聪明吗 这个鹦鹉就回答 当然 因为他只会讲一句当然 他就说当然 结果真的 这个人就发了钱 就给他买 发一千块钱 就买了这只鹦鹉回去 哇 好便宜啊 回去 然后跟他交 交很多话 他什么都不会 还是不会 他终于没有办法 他终于讲了一句话 哎呀 只有傻瓜 才会花一千块钱 买这一种鹦鹉回来 那只鹦鹉就讲 当然 我们不能够只会修当然 我们要修的是如来的智慧 你不能只修人生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 它只是一个当然 你就算你会了 你不过是会一个当然 你不懂得其他的 你必须要修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智慧 才叫做如是如是 其实如是如是 也差不多是当然 这都是绘画 一个人去买牛皮 他说这个牛皮费防水吗 这个卖牛皮的人讲 你看过牛撑伞吗 当然都是防水 这个水不会透过去 这一种的 我刚刚讲的 都是一种弦化 六祖所讲的 就是真实义 如来所讲的 就是一个真实义 很多经典都是方便 密教的很多法 都是很多的方便 但是必须要你知道 方便法以后 再进入更生成的无神法 其实禅本身来讲 它是讲无神的 我跟大家讲过 禅 不受外界所影响 定 是一心不乱 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Paradise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定要一心不乱 这个就是定的 你没有定的功夫 如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只知道念佛 但是你念佛 得不了定 一心不能 一心还是乱的话 你念佛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经里面讲 少福德也不行 你不会一心不乱也不行 这就是功夫阿 念佛要念出定的功夫 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念佛念不出定的功夫 还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两个条件 不能少福德 不能 你不能一心不乱 你一定要一心不乱 你一定要一心不乱 有这两个条件 有福德跟一心不乱 绝对往生 少一样都不行 福德 是方便 一心不乱 是定的功夫 要到净土也要这两样 都是功夫阿 你没有念佛 所以你要念到能够有功夫 能够一心不乱 这就是禅阿 禅阿 就是定阿 所以禅阿 所有的都不影响你 才能一心不乱 这是富为因果的 定阿 是由禅来的 什么都不能够影响你 你才能定阿 你定阿 就是禅阿 禅阿 就是定阿 定阿 就是禅阿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阿 无声 你能够认起无声 你自然周围都不影响你 你已经无声了 体无声了 身无声 心无声 周围都不会影响你 这个才能够得定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理 最主要的原理 你要谁证明呢 食物给你证明 你在这个五灯会员里面 禅师跟禅师的对话 都是在证明 都是在证明 禅师跟禅师的对话 都是在证明 这里也有几个对话 也是一个证明 不过这是一个方便法 蜘蛛啊 跟蜜蜂订分 蜘蛛跟蜜蜂订分 蜘蛛感到很不满意 也就问他的妈妈 为什么要让我 起蜜蜂呢 这个蜘蛛的妈妈讲 蜜蜂是吵了一点 但人家好歹也是一个空姐 是空姐 蜘蛛就讲 可是我比较喜欢蜂子 我是比较喜欢蜂子 蜂子也是吵了一点 这猪猪的妈妈讲 不要再想那个富士了 他打针都打得不太好 上次呢 他一打针 妈妈这个脚就肿起来 这个蜜蜂也感到不满意 他也就问他的妈妈 为什么要让我 嫁给这个蜘蛛呢 蜜蜂的妈妈就讲了 蜘蛛虽然是愁了一点 但人家好歹也是一个搞网路的 搞网路的 蜜蜂就讲了 可是我比较喜欢蚂蚁 比较喜欢蚂蚁 不喜欢蜘蛛 他也比较喜欢蚂蜂 蜜蜂的妈妈讲 别再提那个瘦巴巴的公头 他整天扛着东西 东奔西走 连一台货车都没有 蚂蚁是真的连一台货车都没有 都是他自己在扛东西 蜜蜂讲 那隔壁的苍蝇哥哥也不错 隔壁的苍蝇哥哥 隔壁的苍蝇哥也不错 蜜蜂的妈妈讲 他长的是蛮帅的 苍蝇长得蛮帅 但是也不能挑一个 你也不能选择一个挑粪的 我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讲 人都是有缺憾 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 生来都有缺点 每一个人生来都有缺点 你要找六祖费能 难啊 你要找这个勇家玄绝禅师 难啊 难啊 要找到像这样子的人 难啊 世界上有几个像勇家玄绝禅师 有几个是六祖费能的 有几个是难易怀让禅师的 有几个呢 有几个是清言行师禅师啊 有几个呢 这样子的人不多啊 一般的人呢 都是芒果 所以有时候啊 这个卢世珍给大家回信 我都讲 到最后他问几个问题 他问说 我为什么养的鸡啊 每一次养都会死掉 他养他家养了几只鸡啊 每一次他养鸡啊 他都会 为什么我养的鸡都会死掉 我的答案是这样子的 不知 我不知道 你家的鸡为什么会死掉 你去问鸡好了 怎么问我啊 对不对 他会死是鸡死掉啊 不是我死掉 我怎么 我不是鸡啊 不过我是属鸡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 你家的鸡怎么死的 他也问我 为什么这个股票会跌呢 他不去问财经专家 不去问理财专家 他来问我 为什么这个股票会跌呢 我给他回答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给他回答 我就 我是真实语啊 我跟你写不知 然后他给我回答 你不是佛佛吗 佛佛是什么都知道的 我告诉你啊 佛佛也不知道啊 有一个 我到了香港去洪华 他说 你是佛佛 请你用广东话说法 叫我用广东话说法 不知道 广东话是不是叫不低 不低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不低 不低 总之讲来讲去 都是低啊 讲来东西都是 失听不失共 失共不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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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广东人是失共失听 我是不失听 我是不是听 我是不是听 我是不是共 啊 讲起自己广东话 就是佛佛 不讲广东话 就不是佛佛 好 哪个佛佛会讲广东话 对不对 除了他写了广东话 他才会 会讲广东话的 但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什么话 六祖跟勇家玄节禅师 讲的是佛话 是佛语 是开悟语 是证明的民心见性的语 这个是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智慧会了 了生死就会了 没有除根树 本来就了 你只要去证据 去证明了 去看见自己的心 叫明心 见证自己的佛性 叫做见性 你能够明白自己的心吗 见证自己的佛性吗 这个就是佛语 如果证明你是大阿世雷 无上阿世雷 真正的金刚 无上金刚上师 所谓上师 就是说 没有比你在上的师父 你能够证明吗 如果你能证明 你就是真正的上师 无上之师啊 其实上师就是无上之师啊 没有比你在高的师父 就是无上之师啊 所以每一个上师啊 都要了生死 要明心见性 如果你还贪作 才设明十岁 第五条根 那你就是 这个上师呢 也就是 只好不是上师 因为不是上师 所以是上师 这是金刚经里面的话 所谓上师 是因为不是上师 所以才是上师 要证明这一点 证明你是无上之师 你救的了生死 民心见性 Om Mani Bemi Hom